現在我們在亞斯文古代的一個採食場 那這邊的話最有名的就是下面這一個未完工的房間盃 那這一個房間盃是在哈基蘇女王時代所遺留下來的 因為它中間這裡就是這個位置 接近完工的時候發現它裂了 所以後來就遺留在這個採食場 所以說我們現代人就依據這個房間盃 然後了解說代理代理人是怎麼樣來運 真的好等一下幫你照來運送這個房間盃 那古埃捷恩就是利用掌槽的時候 然後在這邊做雕刻 然後掌槽就是把它由這邊來運送到對岸的尼羅 就是尼羅河順流一下到陸克索來完成一些神殿 那這是最古老的一個採食場的一個狀況 那像這邊的話都還有一些雕鑿的痕跡 是,那麼... 在這裡 避免 接著